各位同學大家好 最後這個影片就是跟大家介紹關於場域 場域我們選定的是西南二地 因為這個地方非常的廣 相信各位同學對這個地方也不熟悉 所以說我們會有一個這樣的簡報 來跟大家大約的說明一下 在這個地方可能有什麼樣子的主題 是我們可以來進行的 然後做這個主題的同學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有的一個態度 或者是說一個感受是 這個地方我會希望大家就是以開放的心態 然後你去接觸它 那因為它是一個你不熟悉的地方 所以更可以很有效的我們來學習說 關於設計師要進入一個場域的時候 應該會遇到什麼樣子的問題 我們更可以更深刻來體會這件事情 那所以說大家做這個題目也不要覺得說它很難 或者說它好像很沒有把握 我們這也不在乎各位同學在這個題目上 是不是真的能夠幫這個場域完成什麼 多麼了不起的事情 而是說大家能不能夠去理解說 關於場域的這個概念在設計 尤其在於體驗設計當中 它所扮演的一個角色 這才是我們教學的目的 好那我這邊先總結幾個這個我們可能可以進行的主題 第一個佐鎮圖書館 然後畫石 惡地地景 然後最有這個旅遊行程 那當地有所謂的希拉雅文明 然後唐鐵 遺跡 竹子 還有瑪雅各的傳教之路 好那以下我們會就是這些東西我們都會提到 然後帶大家看一下他們的樣貌大概是什麼樣子 那上個禮拜有跟我們一起去做這個社區開學日的同學 我們還有一個主題是那個 葛玉金 那我這裡沒有寫到 還有葛玉金 那假如各位同學有興趣的話也非常歡迎來做葛玉金這個主題 好這個是台灣地圖 基本上西南二地 是這麼大的一塊地方 好它位於台南跟高雄的交界 也位於這個平原 我們看到這是平原 然後這邊是山對不對 然後所以這個是山跟平原中間這個淺山地帶 好就是進到山裡面的一個交界的地方 好台南在這裡 這是我們城大畫仙星的地方 二地這麼大一塊 好包含四個這個地區 好 左鎮、隆崎、內門跟天寮 那內門跟天寮就算高雄 好那左鎮、隆崎這個算是在台南 這個地區我們之所以把它畫在一起 是因為它們都是屬於這個二地地形 二地地形就是 因為它是泥岩 然後所以雨水沖刷之後它會裸露 裸露之後看起來很像是我們所謂的月世界的這樣的一種地景 好那因為它們有同樣的地景、地質 所以它們發展出來的傳統經濟也好 或是生活模式也好 比較接近 所以我們把它畫在一起作為一個場域的區域 我們叫稱為二地 好那二地它是一個專有名詞 只要是這種沖刷、泥岩地形 我們都會把它稱為二地 那這一塊二地呢 我們在我們的這個計畫的群組裡面 我們都把它稱為西南二地 就是指的就是這一塊 好那我們從這個地理的重撲面上來看 我們剛說過這個是平原 這邊這一塊 平原台南這邊 然後右邊這邊是山 會見到山 那所以二地基本上就是在平原跟山的這個交界處 那因為它是大量雨水沖刷的這個痕跡 所以它的地景是比較崎嶇的 然後當中的道路有些是縱向的 那有些是橫向的 都是都是比較複雜一點的一個地形 好這就是泥岩地形的樣子 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看不太到什麼作物 因為這個耕座土壤不容易保留 所以耕座的區域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山谷裡 或者是偶爾在山頂上還會有一些這個土壤還沒有被重刷掉的在山頂 所以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好你如果去到二地當地你看到的景色就會像我們現在照片看到的這個樣子 這個東西可以離你非常的近你可以伸手去觸摸到這個土地 好那這個是田寮那邊月世界的照片 好這個是二地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泥岩 這個其實是泥土 然後它非常的表面脆脆的 然後其實是蠻脆弱的 你一捏它就碎掉了這樣的一種土質 然後你可以看到當地的作物可以生長大量生長的植物 最多的就是這個竹子 好這個都是竹子 好這一類的在這個地方生長的竹子種類是次竹 好你眼地形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地景其實是相當特別的 所以西南二地這一塊在二十年前在台灣它是一個觀光景點 好然後可是隨著觀光習慣的改變 那這個地方也很快的在沒落 好那我們大家可以稍微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好我們上禮拜去的第一站就是在田寮月世界地景公園 好在這個地方 好假如你從空拍圖來看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白色跟綠色相間然後非常的扭曲 嗯地景公園裡面 好你進去就是這個地方 那天我們也有經過 可是我們沒有爬這個 好這個這個觀景台這條路我們沒有去走 好月世界 那天我們都有看到 好那所以這樣這個地景是一個觀光景點 那除了地景之外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這個地區有一個觀日台 那這個觀日台是許多人喜歡去那邊看日出的地方 因為這裡的日出你會看到我們看到網路上找到的一些照片 好在這個地景之下非常的漂亮 好所以有這個觀日平台 那所以假如說大家有在那邊出沒的話 偶爾你會看到 也不偶爾 蠻經常會看到有騎腳踏車的人 尤其外國人 好就背著這個帳篷 然後或者是旅行的大背包 然後到這個地區 好然後去過夜 然後早上的時候起來看日出 好所以當地也有一些這種 看接待遊客的民宿 或者是這個地方是以前的鋼陵國小在佐鎮 那因為後來人口外移的關係 這鋼陵國小關閉之後呢 變成一個旅遊中心 然後當那個地方的操場 就是可以露營的一個地方 好這個是鋼陵國小 那天我們的下午就是到這個地方來 最後一站就來這個地方 在鋼陵國小 右邊這個圖就是鋼陵國小 你如果週末的時候去 你就會看到是這個樣子 就是還是很多人 會去那個地方露營 然後體驗這個自然 還有這個月世界地景 尤其是那個日出 好那當地的作物就是以竹子為大宗 那當然他們也有種植一些水果啊 然後他們認為在當地種植的水果的 呃 的這個口感 跟別的地區或一般的工作地區 是完全不一樣 有它非常獨特的風味 好 呃 除了竹子之外 就是左邊看到這個是隔育精 我們那天也有去那邊 呃 挖一些隔育精出來 那隔育精在當地會做成粉 然後做成粉是 呃 當地人呢 他們 傳統上 呃 的一種名聲 算是食品嗎 或是一種藥材 就是你如果有 嗯 腹瀉 或是中暑的狀況 他們就會泡這個隔育精的粉 好 那來飲用 好 所以這幾年他們也開始想要來推廣這個隔育精這個作物 然後那一天大家也有 呃 體驗到的是隔育精它怎麼樣採收 好 然後採收之後怎麼樣去把它敲碎 然後把它 在 喔 水當中去殃洗出它的那個粉的材質 喔 墊粉的材質 然後最後 它那個水呢還會拿去曝曬 好 會把它乾燥 然後乾燥之後 會得 才會得到那個隔育精粉 好 那隔育精粉 就是最終的產品 好 那右邊這個圖就是刺竹 它長的就是一蟲 這樣子 那刺竹 呃 幾個特色是 它是非常強健的竹種 它的竹子的韌性非常好 那可是 嗯 早年因為還沒有工業化的時候 呃 民生必需品都是靠竹子 所以當地的竹子呢 是出口的大宗 那他們有各式的這種竹子應用 比如說 呃 做成竹工藝品啊 或者是竹子就是原材料輸出都有 嗯 那可是 到了塑膠這個材料進來台灣之後 呃 原本 比如說我們都 台灣人會用這個竹籃 或竹樓 呃 或是竹的凳子 好 然後突然間就通通被塑膠取代了 那所以當地的竹產業一落千丈 本來是一個 呃 是一個 很引人入勝 然後是讓當地人 致富的一個 產業 就突然間 很快的 齁 就是一兩年的時間 就突然間全部就消失了 消失之後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 刺竹這個 作物呢 它不容易採收 好 那因為它有刺 那所以說 呃 可是可 可以用的好的竹彩呢 它的 呃 它是有限制的 一般來說就是 三到五年之內的這個 時候 竹彩的狀況是最好的 那可是你如果不採收的話 它就會 老竹跟新竹長在一起 然後就會更難採收 齁 就會提高它的採收成本 那可是竹子在某些地方 還是經常使用 比如說 在我們 呃 南部沿海都有 在做磕棚 或是有時候我們看那個廣告看板 有很多都是竹子做的 那在這個地方 呃 所以竹子 還是有它 被使用的情況 那只是說 現在規模很不穩定 使用的這個 機率呢 就是不是很穩定 導致它開採的成本 還有它種植的經濟效益 也受到影響 好 那講到竹子 就要講到這個在隆期的百竹園 好 然後 呃 這個地方長這個樣子 這個不好意思 我這個字擋到這位 呃 老伯伯的臉 他不是老伯伯 他是百竹園的園長 呃 前任園長 然後是 台南市竹會的理事長 張永旺老師 呃 你可以看到他們 這邊 前面擺的全部都是竹子工藝 好 這些其實是非常細緻的手工藝 而且它的美感也好 製作的精密度也好 其實都非常的好 都相當有品質 好了 這個百竹園裡面的 呃 的一個特色 這個重點 就是他們 不放棄 他們雖然竹子被塑膠取代了 可是他們仍然覺得竹子有它的一個值得延續的價值 所以他們開始很積極的在這個區域呢 去經營竹子的呃 一些系統化的管理啊 或者是知識的研發 所以他們在這個百竹園裡面呢 種植 收集種植了 呃 超過一百種的竹子 在這個地區 好 所以你進到這個裡 你看外面它就是這樣子的 也沒什麼 可是你進到裡面去到一整片的山地 種的是各式各樣的竹子 好 這是呃 這個張勇旺老師 他們一家人 呃 在經營的一個 竹子的一個狀況 那張勇旺老師她的媽媽 好 也是呃 台南 觀廟 龍奇這一代 很重要的一位國寶級的工藝家 呃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她的作品 好 這個東西叫做李蘭 好 送禮的李蘭子的蘭 就是 比如女兒出嫁的時候 就會有捧著這樣的一個李蘭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里面 这个是私人收藏的图片 那这边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里兰它 假如我们看这个最大的 它的编织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金跟尾 横跟竖 交织出来的这个结果 在这个大的里兰上 它有的这个金尾的树木 跟这个最小的这个篮子 是一模一样的 换句话说 这个最小篮子只是大篮子的 等比例缩小而已 你可以看到 这个竹边的工艺在当地 可以做到多么的细致 那竹子除了用来做竹边之外 做名声器物之外 他们也拿来做这个房子的建材 那这就牵扯到很多 现在正在失传的一些竹子的 经验跟技术 比如说怎么样去选材 比如说这个竹子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竹子是 投出尾系的一种东西 那这个东西它怎么样可以 横的跟直的能够穿在一起 能够像这样子做成一个骨架 这也是一个相当高明的一个技艺 然后这骨架搭完之后 它们在房子上面就会铺 开始编这个 用竹面来编出这个墙的本体结构 然后编完之后 再敷上稻草跟 稻灰跟那个 泥巴的混合物来做填充 最后铺上收石灰 做它的表面粉刷 那这种房子 你看这里现在很破旧 那是因为这个没有人住 那这种房子 你如果是有人在居住 有在维护的情况下 这些都是超过百年的房子 就是竹子这个材料 虽然一般认为好像是很快会坏掉 可是它用在建材上是可以很好的来运用的 这是那个 这个 这种竹子的房子 我们称为主角错 Dicatsu 它的一个 施工方法 工法 就是有架子先做出来 那架子怎么穿孔 这个我们刚刚说这是技术问题 然后再从中间把它编成这个墙 然后再去涂抹这个墙的内容物 然后最后再做粉刷 所以对当地人来说 做这个墙是他们小时候共同有的记忆 就这个是小朋友都会做的事情 然后大人当然就是要专家来做这些架子 来搭这个房屋 然后剩下的这个墙 跟这个涂刷 就是属于一般人他们可以上手的技术 然后可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也是 就是 没有现代性 所以就是 也在这个 濱临消失的危险当中 你看到这个是 我们进去拍 那个 这种主角错 现在算已经都已经坏掉了 OK 我们进去拍里面的样貌 就长这个样子 这些竹子都是很古老的竹子 所以 这个竹子的采收的技术 你如果运用得当的话 它是可以达到防虫的效果 就是这竹子都可以保存好几年 好不好你看 这是竹子的损戒技术 这有一个竹子 插了一根比较细的竹子 这个接的技术 这都是技法 好再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当地的一些人文宗教 那我们就要提到马拉雅各传教士 他在1865年的时候来到台湾 1865年 要想一下那个年代 在当他一开始来到了 从洛尔门上岸的时候来到台南 然后可是他在台南的传教 并没有很成功 1865年我们就看到这个 以前的海岸线比较往内 没有那么外面 这里大概就是他登陆的地点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在台南传教不顺之后呢 他后来就是到了左镇 开始往山区传教 反而山区里面 他的传教才得到真正的成功 所以左镇这边有一个他当初 在这边开始传教的一个遗迹 然后也有所谓的这个马拉雅各之路 就是他当时传教的一个路线 这是他当时 我们现在犯出来的一个历史照片 这个就是在左镇 当时的教会长这个样子 那个教会现在长这个样子 这是现在在左镇的纲铃教会 这个就是被认为是马拉雅各传教的起点 所以左镇这个地方是台湾最早开始有 基督教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在 所以除了这个这里之外 当然基督教教会也分散在二地的其他地方 那我们可以提的是左镇教会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其他 这边看到的这些其他点 就是其他的 比较佛道教 或是有 这个 藏传佛教的寺庙的分布 所以这个地区的宗教其实很发达 或者宗教建筑很发达 应该这样讲 比较合适 有各式各样的寺庙在当地 那一种说法是当地是有灵性 这样所以适合修道的场 是一个有适合修道的地方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佐证教会 它就在佐证里面 然后长这个样子 然后它的一个特色 它旁边的这个 贫朴文物馆 西南二地这一个地区 它的居民传统上是贫朴族 而且是贫朴族当中所谓的希拉雅族 希拉雅族它有一个很 跟我们现代汉人 或是一般汉人 或平地汉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是母系社会 换句话说是女性把男生娶回家 然后一家自主是女性 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 所以跟一般人不一样 跟台南这边汉人就不一样 然后他们的传统上的宗教也不一样 他们祭祀的神明 他们认为神是住在水里 灵体存在于水中 所以当地有所谓的这个湖 这个祭祀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统 就是这个湖里面装的是水 祭祀的神就在这个湖里面 好这个是早期清朝的时候的台湾人物 那个什么叫什么 民族制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描绘的希拉雅族 好那希拉雅这个词啊 这个希拉雅 这是原著名语 它的意思就是从东边而来 从山里而来的一个民族 这样子 好然后在台南这边 这个不在我们的二地范围 台南有这个希拉雅文物馆 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看 里面有说明这个希拉雅族 他们的一些生活的模式 好那其他有很多的这个寺庙啊 我们就不太多记录 然后可能大家偶尔在新闻上 有看到过的是这个文恒殿 文恒殿就是有这个 诶这个叫变形金刚 叫什么 Ironman Ironman进驻 来保护这个观圣帝君 呃 这当然这个是庙方 他们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收藏 然后变成一个话题 这样 好那再来就是化石 化石它其实在这个地区有相当的历史 呃 好那这个化石 来 这边好 这边就有在佐镇地区 呃 在进佐镇之前 佐镇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在进佐镇之前 就有这个化石博物馆 好那相信有些同学可能 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 只是有没有去过 不晓得 大家有空都可以去一下 他坐公车就可以到 那化石博物馆也是台南 现在呃很热门的一个经典之一 很多家里就是 周末的时候都会喜欢去化石博物馆 所以周末一到周末去化石博物馆 一定是这个人山人海 好很多人 嗯 化石博物馆的 后面 这个假如说我们坐公车 你如果坐公车的话 大概会在这里下车 好那你可以走到这个化石博物馆这边 那如果你就沿这个小路继续往后走 好有这个蔡遼溪 那蔡遼溪它就是当时出土化石的地点 好主要的地点 但这个整片好有很大的一片 那这个化石在当地是有相当的历史 好早在日据时代 他们就已经开始关注当地的化石 然后这里写1931年好 开始协助这个化石研究的当时呢 就有这个当地的陈春木先生 他就是当地的一个在积极 收集跟这个处理化石的一个当地的 算是比较有知识分子这样 然后这个化石之所以后来成为话题 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在1970年的时候 在那里找到了一块人的头盖骨 然后这头盖骨他们拿去日本 最早拿去日本这个做检测 然后说这个头盖骨有两万年的历史 所以有这么一个学说说 佐证其实有这个 早期人类的存在的证明 所以有所谓的佐证人 你看到这个是 佐证人的一个想象 根据这块头盖骨可以想象出 这个人的头长这个样子 好当然这个是一个学说啦 好那总之在当地的开始 对化石高度关注 就是这是从1931年开端 然后70年之后 开始有一个比较密集的 关于石头的化石的这个考古 然后在1981年就成立了这个化石博物馆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有相当历史的博物馆 所以收集了很多从早年1931年 30年代的这个化石的收藏 跟70年 这个头盖骨出来之后 大家可以想象嘛 就是一定会有很多人 想办法再去发掘更多的人类化石 所以当中包括当地的这个小学啊什么的 他们就开始带领大家去找这个化石 然后 假如你现在问当地人 当地一些比较年长的 他们就会有这个去找化石的经验 尤其老一辈 他可能就是30年代 那个很早很早的 很老的老先生 他们就会 有这个 在这一个时间 这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小时候就会去 西边 然后捡化石 然后赚外块 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经验 然后2019年这个佐镇 应该是菜寮化石博物馆 化石园区 就成立 好这个是一些 影像资料 然后当时采集化石的 学者 采集出来化石 那这个就是成春木 然后现在被成为化石爷爷 然后我们礼拜 上礼拜六去那个 社区开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车的那个 司机 就是导游 就是成春木爷爷的孙子 所以 这个还蛮有机缘的 我们也是那一天才知道 他就是化石爷爷的孙子 这样 好这是化石博物馆 化石园区 那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当地出租很多犀牛啊 或者是这个 象跟鹿的化石 好 这个是现代 所以 所以像有些在地的导游 他们会带 游客 去到那个化 那个菜疗溪那边 挖掘化石 好 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 当然我们要考量 一些问题 就是它的永续性问题 或者是安全性的问题 早年这个地方都是耕座区 所以 其实 维持得很好 那现在因为那个地方 被林物局保护 成为这个不能 农作的地区 所以就变成是 像这样 就是荒野曼草 那也增加了这个采集化石的危险性 好 再来是糖铁 早年在这一区 也有 种植甘蔗 好 然后 所以就会有这个 甘蔗的运送 这样子的铁路系统 那这个是日本人 盖出来的 嗯 当地人也有一些 童年记忆 就是在那个糖铁车 开过他们的 这个 呃 呃 城市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 偷那个甘蔗下来啃 好 也有这样子的一些童年经营 在 然后可是糖铁 我们现在如果去到佐镇 好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呃 这是早期糖铁的路线图 然后 这有一个 车站 可是现在样貌 就只剩下这样子 就是有一些当时 糖铁留下的遗迹还 在 可是还没有得到 保护 所以这些遗迹就这样子 在这个地方 然后可能哪一天突然间 这个东西就掉了 就不见了 或者是 我们在佐镇 闲晃 你也可以看到 路上偶尔会出现像这样 这种 就是当时的铁路 的遗迹 也是一样 可以哪天不小心 它就不见了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历史的 呃 文本在 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 文物在 然后 可是还没有得到 很好的 开发 或者很好的 保存 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 一个很好的模式 来 从这些 历史遗迹上来 创造 现代的价值 好 那我这边再稍微加最后一个 就是佐镇图书馆 好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 有几次去到那边 然后 图书馆他们那边 呃 是一个 我们看是一个很棒很棒的 空间 这个是台南市政府网页上面的 照片 呃 那边是一个非常 宜人的图书馆 只要你去到那边 会知道这个图书馆 真的是维护得非常好 然后图书馆内 呃 收藏了很多的 图画书 哦 这一点是它的一个 我们可以说它的特色吧 就是 呃 大家可以考量一下 呃 怎么样 可以让这样子一个 用心经营的图书馆 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 我们 我每次带学生去那边 就是会 呃 让学生在那个地方借书 然后借书就可以 增加他们的业绩 所谓的业绩 那这样他们就可以 证明说 这个图书馆 在台南是有相当的重要性 然后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 然后继续经营下去 然后台南也很方便 就是你去那地方借书 我也很欢迎同学就是 到这个图书馆去 然后 呃 去办个借书证 然后台南市的人 你如果有台南市图 市图的借书证 你在那边也可以用 你就在那边借个书 然后回来 呃 你如果要还书 你也可以直接去台南的 任何一个图书馆 里面还书 就这个图书是流通的 在台南 所以你要借还书都非常方便 那问题是 我们也许可以想象 怎么样 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活动的设计 或是有什么样的安排 可以让这个图书馆吸引更多的读者 好 然后来这个地方享受 这一个图书馆提供的非常优质的环境 好 最近大概有几个 呃 怎么样把它串联起来 或者说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发展出 为某一个特定的点 怎么样改善 呃 比如说游客的体验品质 或是你去看当地人的生活模式 怎么样可以对当地人有些注意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 刚刚有电话来不好意思 呃 就是这个区域 然后 我们可以设想 有外来的人 我们可以 为他 为这个区域来提供什么样的 一种体验的设计 或者说对当地人来说 我们可以为当地人来提 来提出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的设计 或者甚至于是说 我们可以从当地 学到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在我们自己居住的地方 要创造什么样子的体验 是 对 跟当地有连结的 好 所以这个题目其实很广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它 然后 呃 呃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题目上的要求也不会太高 就是 你可以最后提出一个 呃 设计的proposal 然后有一个圆形 来说明你的设计 好 这样就非常够了 好 那关于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连结 那这些连结 呃 很多是在我们都基系 张秀茨老师 他在这边经营了 五年多的一个时间里面累积下来的 假如各位同学对这里面任何一个主题感兴趣 我都欢迎各位同学来跟我讲 然后我们来找找看 当地有什么样子的人 是可以让各位同学去接触 好 然后我们来做一些安排 非常鼓励的同学来做这个场域的题目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 各位同学也可以了解到 就是 假如说我们今天 作为一个设计师 然后想要为 呃 一个 真实场域里的人 做一些设计的时候 可能面临到的状况会是什么样子 好 那最后我们这里有几个 呃 我们在当地 做这些 计划的时候 所感受到的一些问题点 第一个就是 事物在消失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糖铁路线 东西在消失 那在佐镇里面也有一个 也有一家饼铺 假如大家有去到佐镇 你去老街上面找 你一定找到那个饼铺 卖很好吃的饼 那个饼的水平非常的高 然后 可是这些东西都一直在老化 然后 卖饼的也是一个很老的老奶奶 可能哪天饼铺就不见了 就东西一直在消失 然后 年轻人一直在外移 我们礼拜六那天去的时候 大家也有听到那个 当地的人 在经营社区的人 告诉我们说 田辽是台湾人口外移 最严重的乡镇 然后 左障是排名第二 怎样 就是 他们都是排名 就是在全台湾算是 人口快速外移 然后 所以 快速老化的 城市 所以 当我们在说所谓 比如说 为高龄者做设计 好的时候 我们应该来考虑的是像 更多是像这种地方 就是当这个城市快速老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面对它 设计师应该怎么样来重新思考 假如说 我们要做 有所谓的社会贡献的话 应该怎么样来做 好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那 当地我们也看到像画师馆 有一些 新的 景点的出现 会吸引到游客 然后 可是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让游客在当地 能够更好的跟当地人连结在一起 而不是说我今天去到当地 就只是去画石馆 然后把车停在别人家门口 然后垃圾丢在人家门前面 看完画石馆 然后就离开了 好 就是 怎么样不会是一种很表面的观光 而可以有一个比较深度的 一种 跟当地人接触的一种模式 可以被想象出来 好 这也是我们期待各位同学 也许 可以在这个题目上发挥的点 好 以上那就是这个 呃 单元的介绍 好 谢谢大家